龙珠超,都是核体人被吉特和开弗拉水更强。 对于第七宇宙的破坏神比鲁斯而言,其实力量大会上的第六宇宙的核体人开弗拉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对于他的胆怯的一个最好的讽刺。 记得在力量大会还未开始之前,比鲁斯就曾经暗中暗示了孙悟空等人,可以在暗中无人的角落里面偷偷地吃鲜豆恢复体力,但是对于能否在力量大会上使用核体耳环却折自不提。 结果其暧昧不清的态度直接地导致了孙悟空等人几乎敢带着鲜豆上力量大会,也没有想过要使用核体耳环,最终被第六宇宙的核体耳环打了脸。 第六宇宙的核体赛亚人是由两名女性赛亚人卡弗利拉和开尔所核体而成的开弗拉,虽然对于这么的两名女性赛亚人而言, 她们对于变身为超级赛亚人以及在各个阶段形态上的变化掌握时间都不太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两位非常具有前置的女性战士。 其中的堪尔在暴揍后所变身的超级赛亚人与剧场版中的布罗利如出一辙,但比布罗利更难得的是她能够控制住自己的体制。 而卡弗利拉更是在力量大会上,通过与孙悟空的交手,以一种数倍于弗利萨的升级速度而不断的实力攀升住。 以目前的龙珠超剧情来看,核体的开弗拉明显的还不是孙悟空和北极塔核体的贝吉特的对手,毕竟贝吉特的实力已经达到了超蓝的水准。 但是以开尔及卡弗利拉俩人在力量大会上的神速成长来看,其实他们所合体的卡弗拉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比美贝吉特的存在,但漫画作者以动画编剧是否会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就很难说了。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 不要忘了